倉儲籌備作業展開 就在臺中港105號碼頭 臺中立委補選期間 碼頭議題備受矚目 營運權傳出喊咖的進度 因為臺灣港務公司這紙公文 發給陳峰倉儲公司 要終止105號碼頭及後線土地 投資新建租令經營契約 原因就跟離岸封電有關係 經濟部既然為了要推動 離岸封電這個國家政策 那我們也是配合他去推動 離岸封電國家政策 所以依據契約就是政府 如果實施國家政策 有使用的需求的話 可以提前終止契約 港務公司與陳峰倉儲 2021年3月簽約後 2022年5月經濟部 以離岸封電發展 使用碼頭需求 韓文港務公司 6月6號陳峰倉儲報請開工 就在6月15號 陳峰收到港務公司來函 要終止契約 預告期有半年 也就是最遲是 2月14號105號碼頭 就要收回 如果依據我們契約規定 就是配合實施國家政策 收回的話 就是陳諸業者 他是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賠償的 那就業者的部分 他會去訴請訴訟 或者其他方式的話 港務公司目前還沒有 接受到相關的消息 致電查證陳峰倉儲原本允諾 接受採訪離岐窗口最後失聯 僅透露包含人力與設備成本陸續投入 無法接受契約終止的決定 現階段陳峰倉儲不排除 將採取法律行動 向港務公司提起訴訟 三十五陽建三居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